公元1082年7月16 苏东坡与好友 范一叶小舟 在赤壁之下饮酒赏月 那一晚 人世间的所有喧嚣都退场了 他们的视野里 只剩下了月光水色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赤壁赋 人须知秋 七月寄望 苏子与客 范周犹豫赤壁之下 杨兄 你吹消的记忆 可是愈发精湛了呀 可面对着良辰美景 你为何吹得如此悲凉 你看这赤壁 正是当年周瑜围困曹操之地 曹操仪式枭雄 这江水 数百年前也曾见过他行军的样子 惊奇飘飘 战船破浪而行 可这位英雄现在又在哪里呢 他尚且不能在这世上留下些什么 更何况是你我呢 唉 比起这永不停歇的江水 我们如浮游般招生目死 驾着一夜偏周 又如同沧海一宿 我哀叹我们生命只是短暂一瞬 千目江水奔流到海 无穷无尽 想到这些 曲调怎能不悲伤呢 哈哈哈哈 你这话却说得不对 你看这行径的江水 奔流到海 看似无法回头 但水始终是水 再看头顶的月亮 阴晴圆缺 但月始终是那一轮 天地万物各有其主 不是自己的 一分一毫 也无法获取 唯有江上的清风 与山间的明月 耳朵听到它 就成为声音 眼睛看到它 就成为色彩 只要我们愉快地享受着江上清风 山间明月 又何必担忧生命的短暂 羡慕江水的永恒呢 好 说得好啊 像于枕界乎舟中 不知东方之几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